太弱了 神行宗的弟子可真的弱 之前我们走继续去挑战这些宗门天骄 这两个小主人战力不俗 三大宗门的弟子若是不合而攻之的话 根本不是两个人的对手 就让马大爷我为你们的历练增加点乐趣吧 几位道友请问有没有看到三大宗门的弟子 你这无门无牌的散修 找人家三大宗门的天骄弟子干什么 难道不知道他们已经深入积雷山脉 去追寻哪只雷泽了吗 原来如此 师姐我们走 大哥竟然有人进入了雷池 看起来像个人类 在神风王朝居然还有人类修士 敢来我积雷山三圣专属的雷池 二帝三帝 走我们去会议会这个人类 这是哪里来的野人 敢来我积雷山脉雷池捣乱 你们在跟马大爷我说话吗 靠北呢 难道这是生死尽的前辈 在这位前辈面前 我感觉自己渺小的就像一只楼 楼别动 排队站好 让马大我看看你们这群小发赛 你这条小龙是雷龙 修为也不错 就是血脉太咋了 你马大我好久都没吃奎牛的肉了 要不你攻陷几斤出来 前辈 我要开这种玩笑啊 你这只明天雷虎身上的肉也不错 不如也搁下来几斤给马大爷我下酒吃算了 前辈 你要是想吃虎肉的话 我这边可以给你找点别的 你可千万别拿我开刀啊 咱们也都算是一甲子 我怎么会欺负你们这些小辈呢 原来您是妖族的前辈啊 大龙 二牛 三虎 我老人家路过这里 看到这雷池的水不错 过来洗个澡 顺着也想看看你们几个小辈 前辈 是我们这积累山里发生什么事情的吗 有一只雷子跑过来了 原来是那只小雷泽啊 他也算是和我们几个认识 不过他好像被那些三大宗门的修士们追伴 既然前辈说话 我们就让他进到这个地方来吧 老子什么时候说让他进来的 前辈 那您的意思是 你让他进到这雷池就好了 看那雷池气息有些不稳 那就让老马我帮你一臂之力吧 雷池快到了 同属妖族 相信积累山三胜绝对不会见死不救 在雷泽逃跑的时候 忽然间一团水球跑分洒 谁他妈暗算我 这 这是雷叶 完了 三圣王爷给我送过来了雷叶 我却那样无礼 这是三位老爷对我的惩罚呀 服下这雷叶 我的伤势快速恢复了 现在能够和那三大宗门的弟子周旋一阵子呢 我做的一大宗门 还没那么快 并非推荐 以为你跟着我多搜紧 台湾